願意去面對這個事實 是呀 另外一件事 中國不行 現在香港真的不行 我拜呀 馬時肯之前說過 香港腹背受敵 這就是腹背受敵 因為現在大陸人 大陸經濟不好 香港當然也會不好 老董以前說香港好 中國好 主要是中國好 香港就會好 曾幾何時你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台灣人也說 剛才謝金河也說 你香港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那些國企不斷在香港上市 令香港變成世界注目的焦點 現在怎樣就反過來 大陸不行 首先中國人 自己都覺得很不行 這就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在這裏形容 在這裏追蹤 中國年初疫情解封 就來一周年 其實已經可以做一個總結 最有錢的大陸人 就利用出行的機會 可以旅遊的自由 去東京 紐約 倫敦這些地方 去買金條 買外幣 買保險置業 想方設法 就把那些錢 全放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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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放在海外保值 大陸人經常都很強調一件事 賺到的不是自己 洗到的才是自己 人仔 他們亦都會在香港開戶 打算找安全的地方 收起它 又會找一些保值的投資方案 其實這些錢在哪裏 最後就變成家族辦公室 為何會有家族辦公室 陳茂波 經常想做家族辦公室的生意 會有些錢留在香港 但是 就不會覺得安全 老坦白說 蕭建華 不要說什麼 2019年 不要說國安法 蕭建華打後 其實大陸人已經不相信香港 嘩 現在這件事 你看到 嘩 日本人 你看到中國人 在大陸 在東京買公司 買樓 買資產 數錢數到首遠 真的很累 首先 日本的幣值真的很大 你有沒有忘記 香港是每百日元計算 他說 這個當然 總之 經過不同的渠道 千億的美元轉而出境 今年 已經是以過千億的速度 轉而出境 當然 反映了大陸人的 極之不安 對疫後復甦 極之不安 一直以來 我們看到 例如APEC 往往 習近平一出訪 那個潤子 就成為了微信微博的搜查榜第一位 另外 另外 這也是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經濟感到恐懼 你搞什麼 共同富裕政策 你找雙馬來開刀 還有那些反間諜法 過百億過百億的共同富裕 這就是搶 你打擊商業活動 不只打擊馬雲馬化騰 你打擊補習老師 補習老師 補習公司 搞教培 那些 搞電商 然後又搞內房 這個正正就是 之前寫的本書 誰說的本書 說崇禎皇帝 越是勤政越亡國 說習近平 你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那你就變了所經之處 也變成死地 寸草不生 伊川在那裡嘩 大陸佬去東京買金 不只大陸佬 不少朋友去完日本回來跟我說 現在整個東京 很少找到人說日文的 個個不是說普通話 就是說廣東話的 很熟悉的 主要 他引述東京做房地產的 神居妙算 這個香港人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 這個人是陰逆的 中國人已經成為了 東京價值300美元以上的 公余主要買家 一雙雙現金 現金賣樓 嘩 怎樣數啊 那些錢 數到真的很累 我想不是趙傑自己數 當然不會 說笑這樣說 數錢數到很累 這個世界有一個數鈔機的 不是的 你是有數鈔機 但你知道大陸那些數鈔機 打貪那些 在別人家裡 怎樣算回來 那些錢 他數鈔機 數到連 那些錢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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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他說 那些大陸的買家 通常會以33美元 以前 疫情之前 以前是33美元 現在是十倍增 現在是 就想著 買大些安 那就可以拿到 投資簽證 那 而今年 怎麼算呢 他說 紐約時報 每月中國 大概有500億美元 流出中國 主要來自中國家庭 和私人企業 中國家庭 就是家族辦公室 就是新加坡做得很好的地方 那你香港 是不是會有做 不會沒有做的 一定有的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就算是 都是中轉站 就是來買保險 暫時停一停 但是最後 因為你香港 沒有資診管制 所以 就算留在香港 都不會留很久 但是 你會不會很傷 中國經濟 動搖到國本 危害國家安全 那 中國的經濟規模 是去到17萬億的 那你每月 500億 那其實 只是濕濕碎 而已 但是問題 就是預期問題 就是趨勢的問題 對吧 就是剛才馬時刻 不明白那件事 他說 暫時來說 中國的出口 都還是很厲害 還有穩定的現金收入 也穩定的外匯來源 但是 若然有更加多的家族辦公室 大簽署 就會有警號 施老闆說 中美精準脫勾 令更多人決定要離開 然後 紐時又說 以前中國很成功 在2015年 2016年的時候 都有資金外流 但是 那時候 那時候 王岐山 做國家副主席 是不是 應該是不是 那時候 不是 那時候 他做打貪 那時候 做這個 就是 紀委 他做這個 那時候 就是不讓那些人 去打貪 不讓人去轉移海外 那時候 很厲害 那些國企 民企 你 你捐款外圖 不容易 很多都被 王岐山 阻擋 但是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 那些國企 你很難再去海外 賣資產 就算你去民企 你漫達 那些 不會再有這支歌仔唱 1617年 王岐山是幾件位 幾件位 是啊 那好了 之後 就是私營企 現在就是私營企業 和家庭走資 就是所說的 家族辦公室 香港想吃這道水 是吃不到的 沒得跟新加坡比 這就是剛才 謝金河所說 就是謝金河 和鄭中 什麼 姓鄭 那位學者說 香港 沒有主權 也沒有自由 他加上他們兩個 也沒有財產的保障 是吧 那怎麼會相信你呢 是吧 不會相信你 如果你說 長期停泊的話 就選新加坡 他有主權 他要保護這些外資 是吧 現在說 應該不是現在 是由2020年打後 大陸人說起的 超級大有錢人 是把錢 拿到英國 或者日本 是 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先下來香港 開戶口 因為以為 銀馬勢 大陸人就不會認真查 抓到那些歐洲資金 是 你說以前 你會借澳門 賭錢 來洗黑錢 來走資 洗米華 那些 沒有啦 那些歌仔又不能唱 現在呢 唯有買金 在中行 招行 那些 你會見到 開出的金條價格 其實原來 比香港還要高7% 或者去香港 那些銀行開戶 你說 匯豐 渣打開不了嗎 長期開不了 但是 同時 同時聽回來 一樣東西 就是說 香港局 那邊 你買金粒 就OK 但是如果 你說去到銀行 買那些 不知道什麼 蜂葉金幣 已經很久沒有 給你買 尤其是大陸人 就更加是 就是嚴格管制 不讓你買 是的 那大陸的經濟 當然是很不行 尤其是開完這個 元首峰會 這個集拜會之後 為什麼習近平 這麼低聲下氣呢 為什麼習近平 被拜登 侮辱完 說你獨裁者之後 沒有下文呢 為什麼不報復呢 沒事 是不是 就是你竟然 反而給這個 萬事達卡 開業 是不是 那 當然有原因 因為經濟很不行 拜登一早說了 你經濟很不行 不是很不行 那麼簡單 是很不行 你只是說 現在你說出口 這一堆 出口已經有很多 科技巨廠 就已經裁員 因為 抽走生產鏈 是不是 不代表沒有需求 需求可能越弱了 但是未至於那麼嚴重 是說大陸佬自己本身的那些科技巨企 不是說我們認知的那些蘋果 Microsoft 那些 他是全國各大的科技廠 包括華為在內那些 是吧 就是華為中興 阿里巴巴自己本身都說 這一年入面每個月都有一個財源 所以 你現在未到農曆新年 都還有兩個半月時間 已經提前返鄉朝 因為失業 你還在城市偶業 不用付租嗎 你那些民工 你猜很多錢 喂 真的 你手停口停 那些科技巨企 都還給到那些員工宿舍 給你的 但是 問題就是 沒有工作 你還留在這裏 而另一邊廂 正正就是 你看著那些工廠 不斷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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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習老闆 就說 原本 按照慣例 就會在秋冬時間 大概11月 以往比較多是11月 就會開三中全會 交代政治經濟的重大決策 但是 剛剛開完 習老闆 在這個星期一 開完政治局會議之後 竟然沒有交代 三中全會的開會日期 就是說一些不等待的事情 包括什麼 就是推動長江經濟 但高質量發展的 弱江政策 就是要搞起上海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中共領導外事工作條例 就要在外交工作裏定規矩 但是就完全不提 就是三中全會的開會日期 你要有了結論 你才能開得到 年初才有特別經濟會議 年初特別經濟會議 那些都未執行到 為什麼無端端重要三中全會去交成績表 一般來說 就是三中全會之後 就是中全會之後 年底就會有個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這個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開 這個很重要 但是變得很不定期 很不定期 六七月的時候開過一次 但是那次已經說不尋常 因為通常這些是年底開的 但是現在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我想起碼重大的政治問題 就是在三中全會裡面定調先 沒有 那就是怎樣 因為現在經濟很不定 現在習老闆還未拿定主意 究竟怎樣行 那有個政治學者叫陳道銀 接受法廣的訪問 就說 習近平去上海調研 上海這個訪問就有調研的意味 意味要解決經濟問題 如果你以現在的時間計算的話 12月就未必開到三中全會 不排除明年年初的時候才開 甚至不排除習近平就會扮 學老毛 就索性不開了 哎 沒眼屎乾淨 真是 反正都是我一個人作主 但是老毛的不開 就將這個問題交給周恩來自己解決 那你就找人成立一個經濟小組自己解決 但是最大件事 毛澤東都會適當時候放權 但是習近平就不會 習近平是沒有自知之明的 他就覺得放權就等於放棄了權力 因為他整黨出身的 他就不跟毛澤東創黨人 是兩種不同的權威 現在大陸經濟怎樣呢 金融又盤沒不到 外資又在撤緊 民企又不願意投資 經濟又活不起來 簡單來說 三頭馬車都不行 外資 即現在你FDI 已經不進來了 甚至乎很少了 第二就是內部投資 即是民企又不願意投資 因為你打得太誇張 太大太厲害 招令直改 所以我就算我搞這些 就搞補習都不行 你看看你過去這兩年 即是在疫情的時候 對經濟下跡 尤其是對民企經濟下跡 那你現在去呢 即是你經濟活不起來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去上海 即是我真的覺得 誰說得沒錯 習近平呢 如果覺得 即是經濟問題 知事體大 要自己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的話 那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不要搞啦 所以呢 一向我們說 老毛死後 是那一班民企的人 真是找不到出路了 那麼共產黨 什麼中央都沒有任何指示 才在說 玩什麼包產到戶 成功了 將當初夠膽做這件事的人 就碰到上天 結果就出現了 趙紫陽和萬里這些人 所以呢 即是都是那一句 原本呢 你意識到中國經濟大問題的話 你去關注 你去條言 去 你去解決問題 是好事來的 但問題就是 在中國來說 不是這樣 習近平是崇禎來的 所以那個歷史學家 他的層不同 分招連錯 步步錯 越是勤政 越亡國 你不管由自可 你越管 最後會怎樣 習近平只有一招 他就會在老毛身上 去找些成功經驗回來 老毛怎麼搞得行 經濟 他沒有搞經濟 如果搞不定 就會政治化所有事情 其實到老毛死那天 中國都叫做經濟崩潰 不要忘記 那政治化所有事情 即是怎樣搞 即是搞文革 老毛最後就是搞文革 所以就是搞什麼風橋經驗 這些事情 因為你叫他退居 一到經濟的問題 你就叫他退居二線 退居二線 他就要把所有權力交出來 所以不是好事 習近平重視反而更嚴重 你不要以為是好事 你看看他放不放權 但他放權的時候 又未必是好事 放權就代表他都搞不定 他都不想碰 就覺得很嚴重 扔給你算了 即是等於好像 他怎樣回來 撿爛攤子 覺得有轉機的時候 就會回來撿爛攤子 即是好像在武廢初期的時候 習近平 就充分展現了他的領導風格 領導風格 喂 他什麼二月底的時候 是不是一月底 一月底的時候 2020年一月底的時候 喂 整個武漢 野草不盡 不斷燒疫情 他就委任了李克強 做抗疫大隊長 之後去到二月初的時候 看到成功了 又看到當時世衛 譚德塞 譚書記的時候 又說我親自指揮 親自捕處 你聽到他這樣說 反而是好事 因為覺得 喂 可以了 我可以出來撿死雞 即是習老闆 就是這樣的性格 即是你說中美貿易戰 那段時間 即是 習近平不會直接找特朗普 就是談的 永遠都有一個留學 談完覺得真的可以了 才會撲出來 然後就負責簽名 當然他看到他一開牌的時候 十三張都是爛牌的時候 他就會下方權力 不是的 潛潛下的時候 OK的 喂 同花筍 煙呼佬 有一次打的時候 就會奪權 就是 這個就是 習老闆的性格 即是分招連錯 步步錯 越是勤政 越亡國 現在習老闆 那沒有啊 據聞很多官員躺平 就任由你去出招 看看你出什麼分招 連錯又步步錯 反而在香港來說 我們應該緊張些香港 你說法治的問題 剛才 馬時康和陳警長的辯論 你法治的問題 我們就是